我在香港电台主持一个教育节目《十年》,当中访问过很多校长, 深深觉得校长是一间学校的灵魂,有心有志的好校长足以令一间废校起死回生, 而无心栽种、志在搵食的校长就绝对可以将一间名校都拖入深渊。 一个校长已经足以影响一间学校,一个领袖就更能影响一个国家。 日前二十大闭幕,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班子出台了, 无论哪个上哪个下,不变的是我们的国家仍有强人掌桌。 过去西方国家都出过很多了不起的强人领袖, 例如英国的邮吉尔、戴卓尔夫人、美国的罗斯福、尼克逊, 他们不单指带领国家更影响世界。 但不知何时开始,西方的领袖素质每况愈下, 美国到了特朗普年代更成为全球的笑柄。 2020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拉克和来昂尼格合注了一本书 叫做《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说的是特朗普。 这两位作者分别是华盛顿邮报白宫新闻部的主管和成员, 他们都拿过普立资新闻奖。 他们综合了二百多次的采访素材,不具名地引述消息, 描绘出这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 书中一个段落,香港媒体没什么报道,但在印度就引起轰动了。 印度时报说,由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写的这本新书中, 提到一个令印度人无语的细节。 原来在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会晤上, 特朗普向莫迪说,他说,印度不用担心中国, 因为中国又不是在你边界上。 据这本书的形容,当时莫迪的反应是, 嚇到连眼球都几乎跌了出来。 稍微懂点地理常识的都知道,中国和印度是秘论的, 但原来堂堂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连这个小学水平的知识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政治流氓,竟然是领着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横冲直撞。 再看看英国之前披头散发的首相约翰逊, 以及最近被逼下台的傻大者首相卓维斯, 还有同空气握手的美国总统拜登。 近这二十多年的西方政坛, 除了一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少再出现大将之材, 有些更连基本知识都缺乏。 9月3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为《由于没有伟大的领导人,西方政一决不振》。 单日看文章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 文章说,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时刻, 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素质已经大不如前, 聪明的人都拒绝从政, 结果西方各国正是由一群水准参知不齐的外行人领导着。 外交元老美国前国务卿基生格在99岁的高龄写下了新书, 《领导力世界战略的6个研究》。 他从战略层面研究6位已故的国家领导人, 包括前西德总理艾德洛、法国总统戴高洛、 美国总统尼克逊、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 爱及总统沙特特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基生格在书中特别提到领导人需要的3种素质。 第一,就是有软健的能力,第二,就是有抗拒被当下情绪劫持的能力, 第三,就是有注重历史的意识。 环顾世界,这种领导人物,除了在我们国家找到, 大概只有俄罗斯才会有类似身影。 西方逐渐不向衰落,除了因为大势,因为经济, 其实更加因为领导。没有伟大的领导人,没有非凡的领导力, 就不会有富强的国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呀!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